强声音响 金鸡万两 什么是金鸡 黄金跟无人鸡 先看到黄金的天花板 今天一破再破 台北市金银珠宝工会成员说 他们卖一辈子的黄金 没有看过这一种天价 那无人鸡怎么回事 这次你们看到 伊朗只用十分之一的代价 就耗尽了以色列昂贵的铁球系统 一晚让它烧掉了400亿 今天我们就看 AI助权之下的机器人 已经来到了飞天遁地 下一步会毁天灭地 据一下你知道在 今年的时候 2024年谁是最重要的 一个财富的领航者 谁 他叫做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美尼 因为去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才讲他三滴眼泪 大家知道说一定中东会有事 三滴眼泪 当时的黄金就往上飙了 对不对 因为中东会有事 已经往上飙了 结果昨天前两天礼拜天的时候 300架无人机再上去 黄金继续往上冲 天花板到哪里不知道 因为中东有事 就是全世界有事 然后全世界有事 要保得最方便的是什么 就是黄金 所以每盎司的黄金 现在已经2430亿美元了 这个是天价 但是大家讲因为中东的局面 还是越来越不稳定 油价还有各种的状况 战略的情况都很不稳定 还会再涨吗 可能还会再涨啊 甚至台湾这边的人 很多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目前疫情新台币9400多 他们都预估台湾会被 疫情都到了万元了 好恐怖 可是这黄金拼拼转的时候 大家想说哇 我手上没黄金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进场 对不对 然后很有压力 可是有一群人呢 突然赚到了 叫做中国的大妈 十年前我们就知道说 当时的时候 那个画面你看到 中国大妈请朝出动 到处全世界 到处抢黄金 对不对 2013年的时候 因为FED 缩减QA注文膜 金价跌到 每盎司只有1320亿元 跳下去抄底 他们当时就去抄底 抄了以后 当时中国大妈 抄了1000亿的人民币的黄金 那如果你看到 现在是23亿 哇 他们就至少赚到 720亿的人民币 如果他们都没有卖掉的话 但是 我们讲小声一点 因为他们赚这么多 不要给那个中南海听到了 大妈就是下一个 共同富裕的对象了 哇 我们讲到一句话 大家说 抄金骨包银 你现在来想 是真的 为什么 一开场热热闹闹闶闶闶 抢黄金 白银也没有在客气的 白黄金白银都是贵金属 大家都是保本用的 但是现在白银除了跟着黄金 涨还有一个更关键 你看他现在每盎司29.11 大家也预估再往这个趋势走 会到30 因为白银它除了是金融的一个贵金属之外 最重要的是 它是传导性非常好的贵金属 所以在晶片 太阳冷板 电池里面都需要 尤其是 这是整个伊朗的战争 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AI的时代来了 无人机的时代来了 好的传导 整个晶片里面 AI晶片里面 白银除了跟黄金 都是一个贵金属之外 还是最重要的科技元素 来了 今天黑科技会多到满出来 大家准备专心看了 为什么 我刚讲 枪声一响 金鸡万两 黄金刚刚我们看到了 哇 金光闪闪 再来 无人机 飞天遁地 机器人在AI的筑权之下 下一步会毁天灭地吗 其实这一次的伊朗空袭 给全世界就一个 非常警惕的状况 这个叫做新的不对称战争 整个以色列 我们知道它很强吧 铁琼系统 护国神盾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个画面里面 两百多架 三百多架的无人机 巡运飞弹过来了 通通被铁琼打掉 打了百分之九十九 只有三颗落在南部的一个空军机场 很厉害对不对 可是以色列出来讲了 我们花了13.6厘美元 换成新台币四百多亿 所以我们在这边话修 在看这场战争 看这场烟火秀 铁琼好棒棒的代价是 四百多亿 一个晚上就烧光了 而同一个时间 伊朗只花了四亿 四亿台币 这是百分之一 而且这里面还没算到 美国英国他们的F-35 飙风战机 还有他们的驱逐舰纸 的防空飞弹飙三 他们打燃掉了25枚 可能是高空的飞弹 那还是一笔钱 所以无人机太重要了 所以可是你其实大家都知道 无人机是一个非常好的不对称作战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怎么样 快速生产线 大量的无人机 英国就已经成功地用 整个3D列印 做了个无人机 但是呢 巡航速度达到93公里 其实有点慢 但是可以做侦测很好用 你看八年前 英国就开始做准备这件事情 可以出去那个小布点 小小那个纸红色的 对 它是用3D列印的 我不需要在一个生产线 我直接有个3D列印 我把那个所有东西弄好 整个那个复合材料进去之后 就直接可以做了 英国就已经做了 然后做前线 而这一次呢 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你看那个乌克兰的 很多无人机对不对 三角翼 我直接把这技术 拿去给你 立刻就用上 可是那个三角翼 不是很大吗 他们这3D技术 已经可以到了 大概1公尺左右的 这一平方公尺以上的东西 一样给你印出来 一样给你印出来 可是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低成本的 但是巨像 出来一个关键 关键无人机一大堆 你满天都是无人机 那顶多像蝗虫一样 你要厉害的是什么 我无人机如果有AI 那个东西的话 我就可以去用风群 所以美国在做的 就更进一步了 你会让美国呢 从2018 2019的时候 他们的艾克斯34号 就是他们的两极突击舰 就可以放过一次 你就会看到这个 这才是真正恐怖的 它一下F-18 可以丢出109个 3D列印的小无人机 但是里面通通放的是 AI晶片 不是一般晶片 所以出去之后 这些无人机放进去之后 他们出去之后 就像蜜蜂一样 彼此传递资讯 然后互相判断 谁是最优先的威胁对象 所以不需要人去操控 就开始包抄包围 无人机里面如果碰上AI 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这也变成是AI的将来一个数位落差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AI的导入 让无人机 于是有了脑袋 甚至能思考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无人机你把它广义来看 它就是机器人 当机器人能够飞天 能够遁地的时候 那下一步呢 所以现在的布局里面 所有的过去的传统的产业 都要跟AI连在一起了 OpenAI它有个大计划 九兆美元 要把它打造一个新的AI霸权 所以OpenAI第一次跑到亚洲 在东京成立了第一个OpenAI的亚洲实验室 要开发亚洲的AI商机 是什么 丰田 汽车 整个日本其实很多工业 很多基础工业都非常强大 通通要想办法融入AI 那AI现在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呢 知道现在全世界争霸还有一个事情 重返月球 重返太空 可是重返月球我们重返太空 我们就看到了好奇号啊 机遇号啊 就是车子就慢慢走无人车 那个六个轮子在那边滚啊 然后滚的时候有时候会卡到啊 有时候会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跳啊 阿姆斯这样一跳 你就不知道会不会飞到哪里去啊 可是现在欧洲太空重署和瑞典 已经做出了这个微重力 低重力 用三只脚跳跃的一个机器人 这个像不像那个大法师 那个很恐怖的那一幕啊 你知道真正蓝在哪里 蓝的是整个太空上面 环境不一定 对不对 资讯不一定 他们这种跳跃翻转 不是在地球上写个五十万条的程式 遥控 它有AI晶片 它当场把环境就给判断出来 直接的 自我修正 自我回馈 自我回馈 自我feedback 所以这才叫AI的厉害 然后大宝礁 我们一直很关切对不对 整个澳洲也丢了一个水下无人机器人 其实到水里面 不要讲说三千公尺 三百公尺 你根本就不会有GPS 网络 网络 网络也透不进去 对不对 它可以潜到三千公尺 没有GPS 可是它可以自动的去拍摄 这里面的核心因素 不只是潜水艇的技术 AI在里面 所以它里面有脑袋 它在这么深不见底的所在 它会知道它要往哪里去拍到 水面上的研究团队想要的画面 对 然后现在呢 还有最重要说 你看到这些高科技嘛 很多东西 其实连很多我们常常看到的 以前的时候 荷兰黑色郁金箱 不是全世界抢钱吗 那现在荷兰告诉你 AI郁金箱 什么叫AI郁金箱 他们呢 因为他们过去 你看这郁金箱花在这边 对不对 总有一定的比例 这个花会染病 会染疫 那过去要怎么解决呢 我一个工人 两个工人 非常的老师傅 走过去看 这朵花有问题 拔掉 那朵花有问题 拔掉 不然它会感染嘛 可是眼力要永远很好 你走这么大一片田 你要走几天啦 他们现在就是 六百万座的一台机器 整个就整个在上方 扫过去 扫过去 一扫过去之后 一扫过去之后 那些生蛇把资讯拿回去 当场AI判断 定位 你这样子三个地方去定位 然后看你的形状 判断 这一颗郁金箱 有问题 这个是花海 标示 这个是花海 你有办法定位到 哪一个区域 X轴 Y轴 最后是那一朵花 还有力轴 要3D定位 所以 然后就定位之后 回去就直接拔掉 所以他们的郁金箱的品质 会更好 整个状况会更好 好 那我们回来了 不管你讲的是OpenAI 不管是战争上的无人机 不管是那个F18的风群 或是前面刚刚讲的 瑞士的那个 三角的 那个太空会跳跃的人 或水下的潜水艇 都要一件事情 晶片 AI晶片 所以黄金是因为战争会更贵 而晶片里面赢 也有会跟着上下去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